除了換成名字之外 為什麼要再次數也限制 當然就是避免說 你看我如果換8人可以用8次的話 那比賽不是要等於 中斷了8次 那現在大家對足球比賽 尤其是 高層級的比賽有導入這些 甚至 要來看一下 比賽會因此被迫中斷的 這樣情況的話 對於整個比賽的 都希望說打斷的次數更少 大家熟悉的像成年級的比賽還可以換 哇 這球打在門檻上